今天世界女排联赛的赛程官宣 中国队前两战的对手以及三战分战赛的地点都已经确定了 中国队的三战分战赛将会分别在日本的鸣鼓屋 中国的香港和韩国的水源来进行 除了第三战韩国水源的对手没有出炉之外 另外两战的对手以及比赛时间都已经是正式出炉了 这个分组的对阵形式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理论上中国女排很有可能会打完前两战比赛之后 基本上就锁定进入季后赛的资格 按照世界女排联赛的规定 前八名是可以去打冠军争夺战 中国队在上一届世界女排联赛里边打进了前八 不过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最终是输给了后来的冠军意大利队 确实也是非常的可惜 自从世界女排联赛举办以来 中国队还没有能够获得过冠军 当然这个比赛的性质和含金量本身不是很高 但是对于这次世界女排联赛 恐怕世界各队都会非常的重视 在世界女排联赛结束之后 就将会展开本年度最重要的一项比赛 全球排名前24位的球队将会分为三个小组 八支球队组成一个小组 参加巴黎奥运会直通赛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总计六支球队 再加上东道主法国队 七支球队将会率先拿到巴黎奥运会的直通资格 所以这一届世界女排联赛就有两个意义 第一位这个直通赛做好好热身演练阵容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场 第二直通赛将会分成八个小组 世界小组前三的球队将会是所在的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 同时还是这个小组的东道主 将会有东道主的优势 因此世界各支强队 像巴西 美国 塞尔维亚 意大利 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有机会 通过此次世界女排联赛 竞争世界排名前三的球队必然全力以赴 通过前三战的对手来看 中国队的运气着实不错 第一战的对手实力相对比较强一点 有巴西 有日本两个世界顶尖强队 另外两支强队分别是德国和荷兰队 但是这样的一个分组对于中国队来说 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 巴西队去年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 包括在世锦赛里边多次与他们交手 双方是知根知底 当然中国队都是输给了对手 但当时我们阵容不整 在没有朱婷和张长宁的情况下 中国队都跟对手是有来有回 所以这个的话是中国队的信心和底气 那中国队的揭幕战对手就是巴西队 另外就是日本队 他们在去年的世锦赛和女排世界联赛里边 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日本队原本也是蔡斌的一大苦主 但是去年的女排世锦赛当中 中国队战胜了对手 所以打这个对手 蔡斌现在反而是非常地有信心了 至于接下来的德国和荷兰 目前都已经沦为了欧洲二流 中国队虽然没有跟德国队交过手 但是他们的整体水平还不如荷兰 而在去年的女排世锦赛和试联赛里边 中国队都是比较轻松地战胜了荷兰队 所以说这四个对手难度不大 来到第二战 也就是咱们中国本土的香港战的比赛 对手的实力就更弱了 前三个对手分别是保加利亚 波兰以及加拿大队 整体实力都是世界二流 除了波兰具备进入前八的实力之外 加拿大和保加利亚都属于一胜难球的球队 所以说中国队在第二阶段开始 必然会取得三连胜 唯一的问题就是最后一场打意大利的这场比赛 难度可能比较大 不出意外的话 中国队前两战的成绩应该会至少拿到五场 甚至是六场比赛的胜利 全胜可能不太可能 考虑到第三战虽然对手没有出炉 但是在韩国举行 我们大概率会跟韩国打一场 所以说常规赛结束之后 保守估计中国队应该能够取得六到七场胜利 这样也就基本上锁定了一个前八的资格